就是在今年的代表大会 我们会增设一个环节 那就是呢 马清要在这一次呢 表扬一些 以往 对马清 对马华 对党团 特别做出贡献的一些团员 也因为这样呢 我们今年就设立了这个 马清模范团员奖 那么马清模范团员奖呢 我们是公开给所有 这个马华的党员 那么首先 他必须至少要有十年的党龄 或以上 年龄必须要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男女不拘 推荐人呢 必须是由通过周团 区团 支团 那我们也接受毛税之鉴的 那么这些党同志 其实有一些 他们不是任何的一个 就是他们没有担任任何的一些职位 没有一些党职 但是可能在基层 可能在他的那个地方上 就默默地耕耘 那么为马清 为党 为社会工作 做了很多 那么但是这一些党员呢 其实他们很努力工作 而且没有获得这一方面的表扬跟肯定 所以这一次马清 我们认为说 这些党员 我们不能够忽视 我们呢 必须要表扬他们 那么这意思说呢 每一个周将会成为 都会推荐 一位这个提名人 候选人上来 我们都会接纳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特别设立了两个比较特殊的奖 分别就是社会服务与社区经营奖 以及党团贡献奖 所以这两个奖呢 就是说 周团长 区团长 支团长 或者他们本身 都能够推荐 成为这两个奖的 这个 得奖人 那么这一个呢 我们将不会设定任何的名额跟顾导 但是呢 所有这个提名 来到了总团 将会做 由总团做最后的这个筛选工作 那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小组 分别由总团长 疏离总团长 我身为总秘书 还有 这个惠林成为这个副总秘书 还有 全国组织秘书长林才贵 这个五人小组 我们称他为 这个五人领选小组 去做最后这个筛选的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提名 那我们的提名截止呢是 这一个月的9月15号 所以我希望一些 党团同志 能够尽快的 把他们提名表格 提交到马青总团 那个奖项可能是会很有意思 那这一次我们是注重 那个表扬的那个肯定 而不是以一些 很贵重的礼物 或者是说一些 现金来注重表扬 所以提名表格 已经在我们马华的website 大家可以游览这个 www.mca.org.my 或者是能够致电马青总团 032033865水门详情 所以这一次的代表大会 我们也邀请一些观察员 列席马青第五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那么这一些列席的观察员呢 他们很多是非总团代表 因为只有总团代表 我们才能够邀请他出席这个代表大会 那么很多这个非总团代表 其实他们都很有意要出席代表大会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总团那个代表的身份 所以他们不能够出席 所以今年呢 我们想到说是一些非总团代表呢 也让他们有一个机会来出席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 那么除此 我们也会致函给一些大专生组织 也是邀请他们前来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 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